这个阵地攻坚阶段没有更好机会 可能他也算是最有把握那个点了 最关键是对于辽宁来说 可能是大汗下去之后 这个篮板球的能力肉眼可见的下滑 你这几次的篮板球 你像四川这儿也不是说他的手感一直好 只不过你说是运气也好 说是这个篮板球的能力也罢 看看第二阶上双外之后 能不能把进攻活跃起来 辽宁队这边是在换人之后 进攻逐渐找到了感觉 外线看看继维的三分球有了 赵继维今天比赛回来之后也没怎么攻 继维这儿外线的三分球出手怎么样 有了 继维好像倒是 先发当中是不是效率目前是最高的一个 诱惑正面的单防 赵继维回传球 俩人牵上了一分 跟进 我再给你实地 就实地不客气 就说你这球烫手啊 给我 我不怕他 实地呢 这儿也不太好处理球 对 就是在外线摆 继续转移球给到底角 赵继维的三分 又来了 继维今天是应该进了三个三分了 这个单身咱们继续来休息一下 好像有什么这个吹发不理想 直接抢头了就 赵继维再来一个三分球怎么样 哎呦 真准 外线看看赵继维呼吁 再来一个三分 这 这谁顶得住 外线第一大炮 十二分 第二节比赛拿到了三十分 元秀给到第一角 完全放空的巴斯 中距离总给打进了 再倒给第一角 没有太好的进攻空间了 实地 固定没法打 再给到赵继维 外线的三分 好球啊 赵继维呢 在之前连续两次三分没中之后 这边还是稳定了手感 把三分投中 跳船回给大汗 大汗在湖顶 这边 没人接应了 最后靠赵继维的歌能力 给低角的实地分森 哎呦 实地分森 三分连中 打进了歌人第二个三分球 转移球 韩德军在低角 现在这个传球啊 这个不超过十米的都不传 外线高时延的三分 好球 这球其实也没太失位 皮特分森 球到巴斯 转移球 三分线外这边 没有太好的进攻机会 再找赵继维 赢着防守的三分就出手 这球直上直下直接打进 皮特现在是在场着 还是不在场着 再 把大汗 哎呦 厉害了 太脆了这球 李小旭 扣篮得分 在四川进行 盯人的防守之后啊 各个点全都丢了 你湖顶看不住 史迪分森和郭艾伦 这边在底角 还看不住李小旭 不好的情况下 是 而且冰中率也非常不错 在五成以上啊 这就是鞠躬尽瘁了 赵继维 突破之后转移球 给到第一脚 贺天举的三分 有了 绰帮现在就是 打一打 嗯